喝的方法跟你的健康也有關係 小卓有點下酒菜是最安全的 可是這個有五個骷髏頭 它是什麼樣的飲酒方式 是 這個大概就是兩次的傷害 就是一開始大家拚酒 喝喝喝 喝完很多胃很不舒服就吐了 吐了以後就這個酒精又回頭再一次 就等於進去傷害一次 吐出來再傷害一次 對 可是吐出來還加碼 因為有胃酸 對 因為胃酸的PH 大概是PH大概2到3 我們食道的PH一般是正常 是7到8左右 所以你這個食道是不耐酸的 所以我們一般 一般我們如果有吐的情況 整個食道這裡喉嚨 就很澀 很不舒服 一般來講有胃食道逆流的部分 其實胃酸對於食道的下半部 其實是有一個明顯的刺激 是一個刺激 一般來講這個食道是這診斷 這個胃食道逆流常常侵犯的 就是食道的最下端 所以在這裡反覆不斷的 胃酸的一個侵犯 常常會引起了食道的腺癌 也就是說跟胃的腺癌 是同一類型的一個癌症的變化 對 如果以食道上中下三段的話 哪一種殺傷力最大 其實食道癌最重要的治療是手術 手術能夠開刀的大部分都是下段的 中段跟上段的都是不能開刀的 那癒後的話 因為在中段的食道 它前面就是心臟然後氣管 所以它其實在中段的食道癌 它其實它的惡性度是最高的 它的癒後是最差的 那如果以這種拼酒的方式來講的話 它哪一段食道殺傷力 就是可能影響是比較大的 還是說整條都是 其實拼酒一般真的是 我看過的其實上中段都有 那其實下段的部分 如果是下段的早期發現 在開刀完 基本上就是生活品質差一點 基本上可能性命還能夠保持 可是中段跟上段的部分 其實大部分基本上如果是不能開刀 其實常常 它的大概一兩年它就走了 一兩年 這麼短